導演就是為什麼呢? 這些娛樂界名人 這些什麼茶餘飯後 這些花生小菜呢 當然是香港人茶餘飯後 經常會討論到什麼題目的 大家很好笑的 就從最初呢 很多人都說 都說李隆基就是臨到入花蟲 就是經常說 人生有幾大的敗筆 其中一樣呢 就是臨到入花蟲 說你娶過什麼三十歲出頭的嬌妻 大陸是不是人家真的愛你呀 尤其是 就是這十幾二十年 我不是說你一直是 很多大陸的女人是利用結婚離了香港 離了香港 才一腳踢走老公跟著自己出去賺錢 這些是很多香港人身邊的朋友都會經歷過的事 大家都會問 你這樣的年紀相差的大節 你那人家真的為愛嗎 人家一定有目的的啦 這件事情是不是 很多人這樣去大陸 從一開始的時候 黃青霞就說不是呀 我們真愛 你跟基督說真愛一定不娶 給藏口給他握手 又問起 其實原來沒過戶的 究竟誰是誰非 這件事呢 我們不是當時人 我們只是個茶餘飯後 取笑他也好 紅情他也好 這些是見仁見智的 我覺得 整件事暴露了幾件事的 第一個 黃青霞 他為什麼可以來到香港這個敵永居呢 就是因為他申請那個所謂的專裁計劃 他什麼專裁呢 說他原來是航空機師的專業來的 他有不知哪家學院的飛機師的牌照 那其中有這樣的原因 下來了香港 下來了香港 而入境處 突然間前幾天採取行動去抓他 就是因為他來做文書 這件事呢 我們要知道的 國內什麼都是真的 什麼都是假的 偏知是真的 就是我在這裡很不明白一件事 你黃青霞 你那張畢業證書 你機師也好 你什麼大學畢業也好 是真是假 你自己本人是不是一定知道啊 如果你知道你那份東西是真是假的話 如果是假的 萬一是假的話 第一件事你明知是假的 做假的人一定是假的就是老千 一定學會一件事就是保持低調 正所謂的廣東話話 而整件事越炒越興的時候 你應該馬上有個警覺就是 喂 我這個死穴位來了 應該立刻靠下來這件事 你不應該被香港的輿論界 是不斷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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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我小哥 喂 人家是娛樂圈是不斷炒 李倫基 怎麼不斷炒 是不斷炒 是不斷炒 難道你不回應什麼 對啊 就不要回應啊 就是你明知道你自己身有屎的 你回應是不是人家越挖越多 人家真的做娛樂記者那幫人呢 就是不斷不斷去噹噹噹噹 訪問你是這樣 你回應你就透過你的回應裡面 不就是篩選一些東西 咦 有問題的 個個變成一副耳魔師來的嘛 一定挖你的東西出來 就在那個點裡打 一打 你企圖守住這個點 你其他點一忽略的話 就立刻轉攻另一個點 你就一定穿布的 黃青霞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真的勸勉很多人 就是當那些謠言四起啊 對你什麼針對啊 沉默是最好的對付 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那些 你不是有人來握嗎 我看你握得多久 看你握得多久 就是你那些真是見怪不怪奇怪自面 見犬不驚奇聲自絕 你難道那隻狗在你旁邊吠兩聲 你就立刻趴下來吠回去 那你就糟糕了 更多野狗過來 那現在黃青霞這件事 其實最主要的一件事是說 你這個什麼造假這件事 現在一個問題是關鍵的就是 你龍姬你知不知道 你同居了這麼多年 你知不知道黃青霞是利用一個假的身份 作偽證來申請居留香港呢? 如果黃青霞 翌日上到court 他講出來說這件事李龍姬是知道的 李龍姬是有事的 李龍姬都會入到的 知情不報 都是重返來的 所以李龍姬本身也都現在說話要很小心 所以到現在還出來接受訪問 我覺得他已經很傻傻 竊章了 你不是一句啊 案件要加上法律程序啊 暫時不方便公開講任何問題 那就可以耍他了 但是你一路這樣講一路這樣講 又叫出來一定要跟他結婚 我不知道是什麼目的啊 那引起坊間有另外一種說法 整件事是不是基哥密謀啊 玩完那三十多歲的小虎 然後打這條票出來 賣賣了豬仔 嘩 接著一個仙都不用給 就好像炮頭那樣 玩完他不給錢就不算滾了 即是那一隻啊 即是很多這些東西 風言風語又這樣出來 已經脫離了事實的全部 而在我們這個節目 我當然不是講的娛樂新聞 而我又發覺一件事 喂 為什麼黃青霞 是可以這麼簡單 是單純去報一個 我在哪裡哪裡畢業 這樣就可以申請到永久居留香港 為什麼呢 喂 你入境處這幫人 做這個審查功夫的時候 即是做得很馬虎啊 你說不是啊 這個特別個案而已 怎麼怎麼問 OK 我給你這個特別個案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 去年差不多同一時間 那個青紅蘿蔔煲煲人頭案 大埔龍美村的蔡天鳳那件案 死者蔡天鳳的大白 即是抗球的大仔 也都是涉及香港的刑事案被通緝的 但是被人揭發了之後 他來回香港很多次自出自入 喂 這樣已經 連續這樣的事件 兩件這麼嚴重的大案 竟然是出現這些嚴重的漏洞 我還講一件好笑的事給你聽 給大家觀眾聽 我一個朋友 現在他做了西貢的區議員 西貢區議員 我朋友 我是親自親自 親身的 有一次在大陸就犯了事 被人限制了出境 被人告了 是牽涉到一個詐騙案 人家進了法庭 結果他過關的時候出不了警 出不了警 他說 羅關那些人說 你回去深圳法庭 搞定那件事 你才好 法庭有通令 才能解除禁令 深圳法庭有這個禁制 禁止他離開大陸 但是他呢 透過一個朋友的私人關係 在沙頭角的邊防 一樣 當然我不跟他一起走 我明知道他犯法 我當然 他肯定是 你過來的 我告訴我 至多我在香港那邊等你 這樣 我就打定輸數 國家這麼大 這些 你說肯朋友 但是顯示到這些 出入境的東西 人家肯不肯跟你背 當時我是打定 覺得他 真是吹水 怎樣怎樣 我說 遇到在香港 我就順利那個關 因為我好人不邪 那個關出了 在沙頭角那裡 我說 唉我願意等一個小時 人知之盡 我就打個電話給他 想著 唉我不等了 你有什麼需要幫忙 你再通知我 唉怎麼知道 半個小時 不用 他真的 在沙頭角過回來 哈哈 順利離開大陸境 我說 喂你怎樣離開 我朋友那個 就是跟他打電話關係 認識的朋友 他呢 很有趣的 叫他擠下回鄉證 擠下回鄉證 然後他個人呢 就走第一條 第二條 秘密通道 這樣回來了 因為進了香港 用香港身份證去檢查 他就不會檢查大陸報告 那樣子 這樣是下來了 這個人呢 就今時今日 是做了西貢的區議員 是我一個朋友 我的名字 我換不開 這個是事實來的 鐵一搬事實來的 就是入境處人 聽到我小朋友這段話 哎他誰誰誰誰 你可以聯絡 老實說 真的 就是我可以做人證 是真的事實有這回事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邊防關裡面 是不是真的存在有漏洞呢 我們口說的我所知道的 我親自經歷的 已經有三宗了 但是 Lucy 只不止三宗呢 我朋友這個朋友 所謂的朋友 是一個所謂的朋友的關係 可以這樣做 會不會有些是因為金錢的關係 又可以這樣做呢 會不會呢 就是大家想 當然啦 我相信我們的祖國是不貪污的 人民公僕呢 是不拿百姓一針線的 針線當然不拿啦 周勝華 打把 拿一塊水 可以吐吐吐吐那一隻的嘛 這些是誇張著電影的 這個是值得深思的 由李隆基這件事 令我想起這兩件事 我覺得 喂大哥你入境處 是不是時候檢討一下 你的審批制度 是不是出現了有問題 是不是肯定有批漏 肯定有批漏啦 是不是啊 黃青霞這件事 你怎麼會被他過的 人家說在什麼航空公司 航空大學畢業的 那你就相信啊 你知不知不知道究竟有沒有這間大學 葛博士啊 那間大學叫什麼 巴勒斯坦大學 不過是在夏威夷註冊的 大家都震了啦 那大學人家一看 原來是個住宅來的喔 登記地址 住宅是個老坑啊 七八十歲喔 那郭博士在哪裡上課啊 就是更有坊間更有 郭博士究竟是上課還是上床啊 不不就是人家 就是人家亂說的 就是我覺得 太離譜了就是 這件事我覺得 整件事啊 李隆基這件事 他跟黃青霞之間的男女關係的話 我覺得這些東西呢 就是吹奏一池春水的乾兄弟 但是 由黃青霞這件事做假案 牽涉到東西 令我想起呢 你入境處本身那個審核制度 是不是應該要檢討 是不是應該給香港人有個交代 那你說 你直接說到現在不用了 總之大陸下來的那些我們就過了 那你這樣說 那沒辦法的 由亂及自由是及興 那麗青霞都是人才來的嘛 那我想 我當然相信 你說我為什麼不相信 是不是 基本上我覺得 你這件事 大家真的要看的 除了柴魚化學 飯後的所謂的 七十幾歲老人家 老牛吃亂草 這些花邊新聞之外 更深邃的大家要思考一回事 如果這個審核制度 是形同儀欺的 這樣大家這麽辛苦 浪費這麽多錢 去讀書 拿個文憑 在未來的香港還有幾多價值 你明白我說什麽 飛機師這張文憑你都可以夠膽造假的 喂大哥你拿這張文憑去駕飛機 我有幾次問問 Lucy跟你游轉飛機好 我傻傻傻上了你的飛機 跟著知道 問問淘寶買回來的 一千塊錢嘛 那你怎麽樣 你不明白的大家 不小心把飛機自己炒到山上 去死去死去死 炒到民居那麽怎麽樣 911那麽一聲撞到香港的IFC 那麽樣 這些事 這份是專業的事 我是很不明白很不明白 全世界有幾多間機師學院啊 他現在報個專業人士 他不是報什麼NBA那些什麼工商管理博士 那些加上大學都基本上有 那些是穩箭項目 穩箭科系來的嘛 飛機師 大陸有幾多間啊 真是批得出機師牌照的 我夠膽講不超過十隻手指啦 是不是啊 中國大陸全部跟軍方有關的啦 你這麽難查啊 還是你這麽懶查啊 你這麽官員 都離開了整個大普 啊 是不是啊 這件事情我覺得 我香港人應該要關心的這一點 就不要只要關心 這個女人怎樣啊 這個男人怎樣啊 李隆基唱的歌 流行的那些歌 就完全應回到現在的晚年光景 真是好東西 這件事情可能暫時不講那麼長 因為今天的話題比較多 包括我看到有觀眾朋友留言說 李隆基如果你真是愛黃青霞 你現在都可以跟她結婚的 現在李隆基就說 等她出來 我一定要娶她 還哭 我看到她有一個服務訪問還說 從來沒有黃青霞 沒有在她身上 拿到一分一後 黃青霞沒有在她身上 黃青霞有沒有拿過她多少東西 這件事情 你兩夫妻自己搞定她的事 你娶不娶黃青霞 也就是你兩夫妻搞定她的事 就是關我們彈智嗎 我覺得香港人應該關心的 黃青霞用什麼 為什麼可以用這個身份 是拿到香港的專才 專才計劃成為香港的永久居民 我覺得香港人應該專注在這一點啊 這一點是絕對影響香港人 如果不是我幹嘛浪費這麼多錢 我只是讀七年讀醫科而已 在淘寶買一張哈爾濱佛教大學的醫學院博士生都可以啦 是不是啊 哈佛大學啊 哈爾濱佛教大學啊 是不是啊 香港都有的啊 史丹福游泳學院 醫學博士 行不行啊 那我這麼辛苦做什麼啊 那我這麼辛苦做什麼啊 為什麼啊 我覺得大家觀眾 你看到這個社會歌的節目呢 是一個高質的節目來的 我們不要查餘份啊 你龍基活該死啊 黃青霞活該死啊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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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在乎誰該死誰不該死 愛情的一個怨打一個怨疑 其他旁人不得以牙鬆降 就是我一直都說的 喂 冤諸頭有蒙被菩薩啦 你叫人去你開心就行了 是不是啊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我是很質疑的 為什麼那個官員這麼輕率的呢 還有不難查嘛 至於黃青霞這個所謂飛機師專業資格 怎麼這麼難查呢 她說什麼學院嘛 有一個下線打她說是洛陽 這個河南省在香港的 什麼辦事處你不透過中原辦一夜就知道的啦 是不是啊 你不要告訴她沒有這個渠道 你不懂得去查啦 一個字講完了 懶 是不是啊 一時台灣的觀光船 就是金銀和廈門之間呢 就在那裡航行啦 那怎麼知道 報道對國不小心了 偏離到中線去了廈門那邊 就被中共的海警下一個人上船去折查 然後上面的觀眾啊 就是金銀被電話 那一刻就說 好害怕啊 這一刻如果回不了台灣就只有這件事了 那他們是回到台灣的 不過這件事之前都發生了一些事情 實際上是不是 中國有兩個遇民呢 都是台灣那邊呢 就因為翻船就死了 所以這件事大家在想一下 究竟 是不是怎麼說 中國是不是給台灣的顏色 就是怎麼說呢 沒有意義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沒這麼囉嗦 整件事呢 就說在 好像年初二、年初四 我的具體我忘記了 就是中國的三毛快艇 什麼叫做三毛快艇呢 沒有船排編號 沒有駕駛執照 沒有這個合格遇民證 那他們就闖禍了台灣的水域 那之前我這一集已經說過了 以往在一個冷戰時期呢 就打一條線出來的嘛 你不要靠近 靠近我的數理 冷戰時期 就是兩岸關係很緊張的期間 是會這樣 但是現在因為 已經是 金門已經撤了軍了 全勝時期金門駐軍是六萬五 只是一個島 六萬五 金門島呢 就跟小過香港島比較少 住六萬多人 都算誇張的 就是住了三四個屍 在那裡這樣駐守 就 蔣介石就說 這個是翻攻大陸的跳板來的嘛 這樣就是 就是守著 保住這個台銅 靠金馬來保住台銅這樣 但是美台聯盟的條約 我上次說了 是不包括金門馬種的 就是這件事是非常尷尬的 這件事大陸是知道的 那為什麼發生這件事呢 這個魚魚船剷過來 台灣的海巡呢 就趕他回去 趕他回去 趕他回去 走適色 那些船勢呢 那些浪大呢 走適色的時候 去城鎮那個浪位 就是駕過船就知道了 那些浪呢 你一定要頂浪 你不要靠船側這樣過 船側過的話呢 那些浪呢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一頂推呢 就你阿船就反了 因為太反了 你無論怎樣 浪藥有多大都好 你只要正90度 湯上去的話呢 就沒事的 會泡啊 當然會泡很多啦 還有阿船會入水呢 你...你...你... 自己就行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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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能量上呀 否則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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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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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纜上呀 好 就浸死那兩人 那...昨天呢 就這兩個浸死... 那兩人 和那個... 新懷那兩個呢 就就上中央台 就說整件事情 所講的那些事情 整件事情 台湾这边是非常低调的 大家知道什么事 这些所谓的三毛艇呢 是牵涉到一些走私犯法的行为 要不然你什么三毛呢? 正正经经去捉鱼的 你不是有船牌名的 有船主圆文牌 什么都有的 他根本就算你海巡过来巡 你就交了证件出来 这样被人骂了两句 你走回去那边没事的 你一走的就一定身有事了 你身无事的 你要不要走 是不是? 好了 这样浸死了人 国台办就马上宣布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 金门内海 金门管车范围的 这个都是台湾中国 包括国一部份 都是这个我们的内海 就想借这件事 再强一样东西 将台湾变成它的内海 上次我都说了 这件事是可大可小的 它可大的程度就是 趁机可以封锁了金门 但我也分析过了 如果真的封锁了金门 封锁了马祖 甚至拿下金马 对它一点好处都没有 在政治上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拿下金马的话 台湾就更加有理由去宣布毒 那时候你怎样呢?打还是不打呢? 你更难于处理 但是 现在这几天的发展明显看到一件事 大陆是不想将这件事在这一刻扩大 听清楚 是不想将这件事在这一刻去扩大 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它有几个目的 短期目的 就清楚告诉全世界人 台湾是不是我的内海 它就是摸 长远的目的 摸 美国和日本的底线 你说帮台湾 我现在就这样 我就尝试一下碰这条底线 我看你怎样 我看你怎样帮台湾 所以 事件发生了之后 尤其是一上大陆的公安船 海警船 上去台湾那只观光船 因为你去过金门玩都知道的 你是有当地旅行舍 参加当地local tour 就上去金门外海 在小金门 来兜一兜金门 金门外岛一圈的 又看下什么 接近县门那里 看下什么三民主义统 在中国 在大胆二胆岛那里 这样兜一兜回去 就收到一千多两千台币 一个岛 就是有这些观光船 但是 大陆的海警船 就登这座船去拦截 嚇到那些人 都说 死了 他回到台湾 当大陆的海警 截听到台湾的海巡 去着 这艘观光船那里 他就马上说 可以了 龟队走 由这件事你可以看到 就印证了我刚才所说的 在这一刻他不想把这件事闹大 但是呢 他保持着一件事 你再这样巡 我有权 你不存在这个海域是你管核 你所有金门的外海 台湾的外海都是我管核的 他要制造这个既定事实 好了 而事件发生了第二天 出奇地 出奇地 台湾的国防部未表态 陆委会未表态 但是美国国务院表态 就清清楚了 告诉他 台湾海峡是一个公开水域 不存在海化的问题 同时呢 两岸的形势呢 不希望单方面作出变更 与此同时 现在这一刻 在西太平洋地区 美国是部署了五只航母林战斗群 五队 是二战之后 未试过这么多 大家要留意一个消息 刚刚今天 十几个小时前说 美国国务院通过了 在美国的所有的码头的起重机 要停用上海生产那间公司的起重机 那个设备 因为怀疑那个起重机设备 有一些电子零件呢 他将这些消息呢 传递回到中国 而美国呢 就改用日本的起重机器 全部改 全部改 因为那些起重机器 行了电子化之后呢 他就可以掃描到 他就可以知道到 你运些什么东西上船呢 比如说 比如说 突然间 很多武器 很多弹药 在这个码头去 装射到船那里 这个船或者不是军兰 但是突然间多了很多这些弹药上去 向这个东方 向这个亚洲方面行驶的 那如果这个情报 被某些人知道的 那他怎样判断呢 喂 你是不是想开波 是不是 如果美国把这条路呢 都这样倒截了的话呢 还有现在的压力呢 五隻武艦艦队在那里 是说就说有五艘航母艦战斗群 但是相信有一艘呢 就是 好像是华盛顿号接替那个 是不是列根号 就是一个换防的 有一只换防的 就应该是四队而已 但是四队来说 都是相当多的 通常来说 去调解一个地区的冲突 是一个航母艦战斗群 就像这个 伊亚冲突 这个在加薩地区的冲突 当日美军派两艘航母艦战斗群过去 已经压制住了 已经阵压了 就是不敢出声了 但是这次是出奇地派四队那么多 目标是相当明显 相当明显 就是美国军方的立场呢 就不跟你废话 直接说到明了 就是好像帕帕罗 就是美国太平南队司令 那个说得很清楚一样东西 他再重新一次 但是 台湾海峡双方不希望 任何一方透过武力的方式 去影响现在的局势 美国现在的战略目标 太平南队的目标就是说 压止战争的爆发 就是去展示很强的军力给你看 但是你不要乱来 你不要乱来 我不是害怕 我不为战 我不会避战 我不会害怕 如果你真的要动 你想清楚想清楚才能打 你真的要打的话 帕帕罗一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 我们是压止战争的爆发 硬一压止不了 你坚持要开球的 坚持要武通台湾的 取得胜利 第二已经说 如果压止不了战争的爆发 就是战争一定爆发 战争爆发的话 目标只有一个 打赢 所以 我现在放在阵势 四个恐怖男战略群 已经放在这里了 你现在你的底线 大陆为什么他这样做 派海经团把台湾去内海 他的目的很简单 一个而已 除了摸美国的底线 摸美日的底线之外 他希望透过美国 透过美国 清清楚楚地告诉賴清德 520那个就职演说 你给我醒醒定定 他要很清晰地告诉你 因为賴清德 是一个自称冒实的台独工作者 大陆他看清楚 他不会害怕陈水扁 因为陈水扁那些冒虚 他说一下 他不介意 但是你冒杀了 不行 你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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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知道他很麻烦 他打又死 不打又死 打 万一打败 哇 他的政权也会 吸气可危 是不是 一打 真的打不打得赢 因为他大陆是很清楚 他不是打台湾 他是打台湾 日本、美国 或者现在加上菲律宾和澳洲 加上南韩都会帮忙 越南在这儿搞搞振 印度就说得明白 一旦这样开波的话 哇 大佬 整班人马上翻桌 那怎么办 所以他很清楚 既然是这样 喂 我给一些颜色 给一些压力 台湾方面 所以很低调的 賴清德现在很低调的 因为美国出了声 日本会说话 也清清楚楚 跟他们说 喂 现阶段 不要刺激他 不要刺激大陆 所以现在基本上 现阶段的判断 如果情细没有继续恶化大变化的话 我相信520 賴清德那份就职演说 是极度温和 极度温和 甚至他开出条件 希望跟大陆领导人 进行一个统一的谈判 怎么知道 为两岸统一 做前期的准备 甚至会说这些话 不奇的 不奇的 真的会不奇的 就是这个压力下来的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台湾现在用一个 比较上强硬的回应 国军还没介入 现在还是海巡 台湾的海巡 保七总队 那方面的去处理 还没升级到军方 如果一旦升级到那个位置 军方的话 那就是 这几十年 行走的所谓的 两岸三通 会加言而止 就是两岸就重新回复去 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 这件事 是不是大家所想见的 是不是台湾所落见的 我可以告诉你 有些观众朋友说 很支持台独 我可以告诉你 甚至台独的支持者 他都不落见这件事 不是因为他的民族情绪 我们到大陆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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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是利益的 因为大家 你不要说杜尽 杰波兄弟在这些什么废话 而是说两岸之间 台湾的出口的收入 有四成是来自和中国大陆的经贸来往的 你要斩你要断 不是一时三刻断到的 这件事就是为什么今天 深蓝提出来的那些 两岸的统一 要急痛那些人 为什么今天在台湾还有一定的市场 大家要想的这件事 这十几二十年 随着大陆的经济开放 台湾的农产品很多是赚到盆盆盆盆的 很多人获利的 当然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获利的情况 就开始下降了 因为大陆开始没有水 还有就是说你的农业技术 被它掌握了的 它不需要靠你 我还想买贵的东西呢 很简单 最近台湾就是在海关那里 买了一批乌鱼籽 是大陆生产的一批乌鱼籽 是验到孔雀石鹿 孔雀石鹿是大陆养于必需的 必需的药物来的 这个是自然物质来的 是帮手杀菌的 就是大陆的鱼牆 就是养殖乌鱼籽的行业里面 就是台湾你不要说 我在台湾买乌鱼籽一定是真品 不是的 很多是在大陆生产 就是在台湾买的乌鱼籽 很多在越南生产 一模一样 加了很多人工香精 当然你要买好茶 你真的要找社会国 我喝茶是很丢的 就是你一定要懂得去门路 你不要愚蠢蠢 就是台湾什么天什么茶行 这么出名的 天什么茶行 最多在越南和大陆很多这样的茶园 去生产的 就是很多东西 就是我宁愿你说清楚 这个是越南生产的乌鱼茶 这个是云南生产乌鱼茶 你说清楚没所谓 这个泰免金沙角地区 现在不中鸦片 现在改中茶叶 它的茶叶质素不差的 不差 真的不差 因为它说清楚 我是缅甸边区生产的 那我会买 就是我预了 那质素是不会给台湾那些 买到港币三四百元一斤的茶 不会差太多 不会差太多 因为说清楚反而好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的 现在这个形势 大陆不断会利用这些东西去对台湾施压 施压 因为台湾海峡内海化 就逼你赖清德 你不要乱来 大陆没什么怕 怕你冒实 而赖清德是一个冒实的台独工作者 他真的怕你搞台独 而是明显看到一件事 你真的搞台独 他就没办法 没办法 他只有掃出这些东西 是透过这些东西 是希望美国 美国 喂 你搞定它行不行 你下下这样抵心撑 我和那些人民交代不了 所以也都解释到 为什么这一排 中美的外交关系 为什么战狼不见了 有几可见过我们王毅 王毅部长 真是纯如绵羊的 你想想这十几年王毅部长 都是恶型恶相的 是不是 一个胡子大将军 这样的形势 现在说 因为形势所限 喂 中美之间真的要港和 因为港和 是一定要透过美国 日本对台湾先押 你不要乱来 你不要过这条线 你起码美国 喂 你和这条线说 真是两岸开战 你搞台独 美国人不会帮你出头打的 你起码要做到这件事情 是不是 我统不统一 我没有统一件事 但是呢 如果台湾宣布独立 你起码不要支持它 独立而出兵 你和我作队 行不行 真是黑社会讲数 其实是这样 这件事也解释了一件事 最近 一个很世界间的银行 浙江一个地方叫以乌 就是金华火腿 旁边的地方叫以乌 是全世界的小精品 那些生产集散基地来的 以前的深圳 现在去了以乌 全部 就是那些什么文房四保 那些什么souvenir 那些小精品 那些什么帽 全部都是以乌生产 其中一间银行 一间本来是信用合作社 在世型人 谁知道越拗越大 停止了对俄的生意 对俄国的生意 不让俄国做一个金钱的银行金融的结合 这个讯号释放了出来 释放了出来 释放了什么出来呢 因为现在俄国的战争 糾纏得这么厉害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 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还没崩溃呢 那是金融 就是因为中国在后面在帮他 而在美国共和党的国会 一直在说 共和党 他说 喂 就是缓污那些金额 那些什么金额 好一好先 共和党因为党派的立场 他没错的 好一好先 就是因为你这个好一好 好 乌克兰 不是前线在这个 最新不是撤了军 阿卡迪夫卡 是不是那个地方 那里撤军 不要死手了 因为弹药不够 只是这一样东西卡一卡 就已经 乌克兰战争已经出现了 这样的情况 那拜登没办法的 是不是 你国会嘛 美国有规定的嘛 他不可以这样动 他不动 拜登当然是计算 喂 俄罗斯为什么到今天 都还可以捱到 哦 原来有人在金融方面放水 拜登会不会 就是叫他透过想 和我王是说 老实实 你如果再不在金融上面 你压死俄罗斯的话 你还是站在俄罗斯那边 帮他做金融机会 另外你的经济制裁 完全一点效果都达不到的话 我说不好意思 我将等同于俄罗斯这样 我们怎么制裁俄罗斯 我就说怎么制裁你 那你猜大陆怕不怕呢 非常怕 非常怕 不怕就鬼了 大陆现在的经济是怎么样 大家知道了 是不是 湖南最近已经开了一个解放思想营了 一会儿我们有机会再说 原因就是经济不行 在这种经济不行的时候 唉 美国都你说怎么就怎么 总之你不要再加 真的好像对俄罗斯这样制裁 如果今天全世界用制裁俄罗斯的手段 去制裁中国大陆的话 就非常大事 最近现在唱出来说人民币贬值很多嘛 我觉得这些新闻大家不要相信 给点尝试吧 人民币如果真的贬值很多的话 它的出口就有利的了 它反而救了生的 但是国内经济会很大事了 通货膨胀了 就是 就是你会看到的 一列一环一扣 一环一扣扣下去 你就可以慢慢一个局一个局 慢慢去更加清晰去看清楚 其实现在大陆 为什么我最初就判断了一样东西 它在台湾 现在在金文外海这样的手段 又用海警船上去台湾观光船 恐吓 抛侧你 目的只有一个 现在一段 现在一段 它不想 扩大矛盾 但是它又不想就这样算数 它就打几张棋的 最终的目的就是 希望美国你出面 或者日本你出面 你不想这件事搞大的话 可以了 没问题了 你按住賴清德 就帮忙 他的目的就是这个 因为 你很老实际上去到 真是内海化 你封锁金门的话 慢了台湾政府 民政党政府 反正金门马祖 长期都和中央 尤其现在陆营政府和民政党中央 唱反调的 离心离德的 你这么亲大老 算了算了 金门马祖来接手 那你敢不敢要啊 那你就更加台独啊 更加务实的台独做法啊 你留金门马祖在这里 起码是中华民国 那名义上 还有福建省联光院 福建省金门院 就不是只有台湾省啊 明不明啊 这个是一个 在一个 憲法上面 一个所谓 你说这些 自己骗自己 你怎么说都没问题 但是这个事实就是这样 你留着金门马祖在里面 谁说台湾都台湾省啊 不是啊 金门马祖是福建省的 不属于台湾省的 台湾省没有权管啊 金门马祖的 中华民国就有权管福建省啊 你明白吗 一个什么概念啊 憲法的概念啊 所以 大陆也都不会 不敢 就是去得太盡 去得太盡 難道就是两个人去回 就是金门炮战之后 单打雙不打吗 真的不好玩啊 就是造成多少个悲剧 我有个朋友在金门去啊 她的妈妈就这样 被炮弹打过来 没有了伤脚啊 一个夏宝龙就来香港了 这个敏感的时间就是 《机暴法》二十三条 就是最后一个礼拜 那见不见到沉振牧师 司长说 哦 他来 肯定我们这一届的 有志及卿的神果啦 还有这支小红书 讲香港人九大怪啊 十分钟时间来 九大怪 讲不了了 九大怪 那我们讲这个夏宝龙来香港啦 夏宝龙来香港 因为二十三条的咨询期呢 就还有几天结束啦 那结束了夏宝龙 因为夏宝龙是一个比较上强硬的人 那他会不会宣答什么 关于这个习近平的观念呢 那样 没人知道 就是二十三条究竟是你是 一如李家超想的加勒版啦 还是像梁振英 上个星期出奇地说出来 就基本上是温和了很多 究竟是开中想走哪里呢 真是要拭目以待 你要看夏宝龙来 就是想说什么 想说什么 但是现在那个形势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你 游自及游乱及自由自及兴的时候 最简单你市面上面 最简单最简单 小巴牌照 由750万 高空插水 转体三周半 面部落地 跌回80万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的经济形势是怎样的 就是小巴现在 就是潮联在旺角通赛街 就是霸霸一条马路霸了几十年 就是你可以看到是多么恐怖 750万的跌到80万 那你是不是还要这么极端 就是搞得这么硬地搞下去呢 当然国家安全当然重要了 但是重要到小巴牌照就是指标了 香港什么都要炒的 的士牌啊小巴牌啊楼啊 炒炒炒炒 好了现在大件事了 也很好笑的 我为什么常常说小巴这件事呢 小巴我们香港人叫van仔 大家又知道van仔这个名字 这个交通工具是怎样来的啊 喏 van仔的成因 van仔成为香港主要的交通工具 最主要的原因 是1967年的暴动 1967年的暴动 引发在香港各行各业的罢工 其中也有巴士工人的罢工 那你巴士工人罢工不开巴士了 那你那些人的打工事又怎样上班呢 当时有很多白牌车 所谓白牌车就是没有一个政府的牌照 执照给他来的 那有个私家车走出来 那当时有些货车 我们小时候看到都是小小的 白色的在日本 Toyota的货车第一台很有趣的 车身很高的车很大 那些是9人货车 就是有栽货的 但他说不是啊 好像上班那些 你穿旗帽好穿迷里裙好 照9个人 一屈埋在货车里面 那就车你上班 就沿途啊 在堅连地城啊 去到大远啊 大远有落 那样就沿着电车路 慢慢去摘一些人 上一些人这样 货车是这样来的 9座 9座位货车 就暴动结束之后 就当时游戀及自由自及兵啊 英国人的版本啊 那就喂 要管制这些白牌啊 私家车做白牌的 就取题 有短暂期间呢 就用红白 红牌 来代替白牌的 就是你 没有专业经营牌子 就拉去告 就有一个过渡期 就红牌车 就检验你的车 有没有资格做的士 有的话呢 就转的士牌 这样给你做 就的士牌去管制 管制之后呢 就当时的律师很出名 和谭慧珠家族呢 就一起去炒的 这些小包牌的士牌 一个叫中世杰律师 是被人吊烧牌照的 他想这些什么 说呢 当他成为一个专利 就是一个生财工具啦 那就炒起这些牌照 那由几万啦 几千几万 一万几千 变了几百万 全盛时期都看到了 几百万 一个什么 经营牌照 值几百万 香港是偏地黄金 好了 真是一个 就是天理循环 而这帮小巴司机 赚了这几十年钱 我说六十年代 就是现在起码五十年 半个世纪 赚了半个世纪的钱 好了 现在的衰亡衰败 一方面当然地铁的全线开通啦 铁路的交通 就是集体工具 集体运输工具的发达啦 就是各个点都基本上 连以前的所谓的地铁盲 土瓜园 红盒都有地铁倒倒了 通了 那小巴的生意呢 就一落千丈啦 和小巴司机的良友不齐啦 晚上如果你凌晨开了小巴呢 我个个都是坐车手来的 好得人惊的 飞得很快的 就是我 就是那时候做记者 那时候都熬到晚上啦 三、四天回家 都要 那时候我住黎木树 哇 那程小巴真是心惊胆跳 你喝了两杯啤酒 他说呢 你呕两呕 下车就吵了 很快就有一只海铁 肯定过百米啊 尤其冲到青山道那条路 很害怕 覆大命大 好像没事 不是没试过炒就炒过 那再加上 现在又说找些大湾区司机 来铁香港的小巴 那上面有一些片啦 看不明白在哪里有落啊 司机那样 飞了站 过了很久才才落 就很多冲突事件出来了 那座座显示就是 有小巴就没人铁 也都因为 你找了大湾区的外楼去铁小巴 香港人又不敢坐 不敢搭 就是 这种循环之下 排价肯死啦 肯跌啦 生意又不好 所以由七百五十万跌到八十万 你想想跌了几倍 跌了九倍多 这个就是 转体翻腾三周半高空插水式 这样贴下来 现在你可以看小巴这件事 你又可以看到香港经济好不好呢 盲哥我都知道啦 下主任不知道会不会去香港搭一下小巴咯 你试试搭一下小巴 感受一下 当然他搭那一辆 就一定行车很安全的啦 就是很多在香港生活的人都知道 习惯小巴上班的人都知道 就是小巴佬那种的开车态度呢 我就很不明白的 小巴佬 因为他为什么不去澳门报大赛车 个个都是车手来的 尤其是长途先生 入大埔 入上水那一班 哇 真是惨了那条大埔洞 真是得人害怕到夜猫猫 大埔洞没什么车的嘛 还有大埔洞呢 有几个地方呢 我们就叫做很多骯髒的东西 就是你这样夜猫猫那样开的话呢 真是挺大人害怕的 你说夏宝龍来 当然了 对特区政府管治班底一定有鼓励啦 他会不会一锤定音 将基本法23条 应该向哪个方向去定的话呢 那就取决于现在中央究竟想怎样 现在中央在湖南呢 就吹了一个号角呢 就说大家要解放思想 但究竟这个号角是大家在怀疑的 是不是跟五七年那个大明大放运动 类似 还是怎样呢 所以大家现阶段就不敢立刻表态 大家都全部做了 前国家主席你先念 有什么事你先说先 听清楚先 因为你会发觉呢 你说这个是不是自由的 解放思想自由表达意见啊 怎样怎样呢 不是的 自由表达意见之余呢 就是后面有一样呢 就是怎样去落实观彻 习近平新时代的小于主义思想啊 那就是怎样呢 那就是说 你可以自由地去提意见 但是不可以离开这个什么范畴 就是会是这样的啊 那就是不是自由思想啦 是不是 就是我们印象中的自由思想 所以现阶段这些什么情况的话呢 好像我们这些熟读中国近代历史的人呢 尤其是他那套历史的发展那些人呢 我都是劝勉大家 就是前国家主席李仙廉是一个偉大人物 有什么你先说 不要轻松表态 就是 就是 就是有些什么可以拯救当前经济 用习思想 用习思想 就自然可以解决到当前的经济的了 这样起码呢 老实说 有没有工我就不知道 起码你的头脑就能保住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当全部人都是用这种心态去处理的话 请问 有什么结果可以讨论出来呢?